所有的这些事 给我这154万 难 变成他的了 这样啊老爷子 我相信这几十年 有很多家里的细节 那我们今天坐在这儿 谈的还是父亲的养老问题 下次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咱们以前的问题 就甭说的了 所以还是谈的 父亲的养老问题 包括房产的分配和处置问题 那么鉴于之前有矛盾 所以今天才 因为这些养老和房产问题 很难达成一致 但还是得去尽量的协商 对 是这样 一家人住在一起 尤其是几代同堂住在一起 没有这边不碰牌的 是不是 这是很正常的 这是一个 二一个 您是当儿媳妇的 您是做儿子的 这是做锅子的 这是当女儿 这是父亲 每个人的身份角色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环境也都不一样 我们求同存异 这是最根本的 可以 你们家的渊源 我觉得今天 无论你拿出多少这样的证据 恐怕都很难说得清楚 好 因为我到听到现在 我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了 原本是家里就两个儿子 作为过去中国传统的家庭 我们把这前院后院 还怎么一平分 那么再加上这小儿子 可能自己在努力 在寻找了很多方法 在我的院的后面 我又找了一块地 可能我还更大了 那么让我在拆迁的时候 我又获得很多 这个时候发现我获得了很多 父亲觉得你看这里面有我的 姐姐们认为说我弟弟得的最多 他就应该如何如何 比如说更多的去赡养老人 更多的去给其他的姐姐一点补偿 更多的如何如何 我就在想啊 就如果我们真的去掰着手指头 去算一平米 一平米能不能算得清楚 因为你会说你的理 可能哥哥姐姐会说哥哥姐姐的理 这时候父亲会说 没有我哪来的你 这位先生啊 我为什么想跟您说 您依然气不顺呢 就您坚定的认为 一百五十四万是您自己的 一百万拿出来 是你念在亲情的份上 给予几个姐姐补偿的 但是父亲不这么认为 父亲坚定的认为 一百五十四万是我自己的 我让小儿子拿出来一百万 先补给了姐姐一些补偿 然后剩下这五十四万 也依然是我的 但是这就是你们父子俩 在这五十四万上的一个分歧 我们今天每每想到 几米几米 我拿出一摞证据的时候 你都是在证明的 不是几米 而是证明的几百万 所以我觉得今天 是我们心态发生变化了 也许在法律上说 某一些利益是你的 某一些利益不是你的 但是换回我们当年 回到当年 您父亲的心态的时候 我相信父亲 是站在一个家族的角度上 来思考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 他考虑到两个儿子的问题 因为儿子要给他养老送中的 所以他这叫什么 家里的产业都要给到 儿子身上 在今天您得的确实是最多 我相信您在这个二十年当中 付出的努力也是很多的 但是您在考虑小家的利益上 能否站在父亲的角度上 考虑一下家族的利益 家族的利益是什么 是几个姐姐 是不是妥善安排了 哥哥的利益 是不是也得到保障了 就你获得了那么大的利益 每个人都会有羡慕嫉妒恨 这种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但是为什么原本是家里最小的弟弟 人人都腾着爱着的小弟弟 现在大家都觉得对你都有意见 是不是因为你拿的钱最多 我就都对你有意见 还是你在处理家庭关系上 处理家庭这些矛盾上 你没有做到位 我觉得父亲其实基于你很大的期望 我觉得你应该换一个角度 去思考这些问题 不是坚定地站在这里 就是说跟我父亲要掰着出一个 哪一瓶币是我的 哪一瓶币是你的 如果你把钱只看成钱 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办了 真的 今天你跟父亲还在讲 五十四万到底是谁的 今天你还在说这话 你认为是谁的 如果你和你媳妇好好的做事情 你们家又是儿子 你相信 你想你爸爸上来怎么说 他说那是我儿子 我信我儿子的 老爷子是伤心了 我相信父亲说 跟你要房子 跟你要地 真的是在要一个态度 真的是要态度 要一个你跟他 能够当一个知情人说出话 为什么几个姐姐能说上话 你怎么就说不上话 我跟你说 这位先生 我真的希望你思考思考 你这个媳妇 很大很大程度没有做到 她在跟公共之间 不知道什么矛盾 但是她没有做到 你看她今天 她依然还是顶着气 我相信她的气 都顶给你身上了 所以你们俩想一想这个问题 关于我们来吧 by bwd6 我们来 tie